我是赵好康,欢迎你来到赵小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涨143点 昨天台股跌300多点 那么现在涨了 昨天台股大跌360点 跌了2.61个百分点 那为什么台股会涨呢 因为美股昨天涨 美股涨 道琼涨548点 涨1.88个百分点 NASDAQ涨2.05个百分点 所以美股昨天是强势上涨 S&P500是涨1.97个百分点 分什么到底涨1.22个百分点 那美股为什么会涨 这个又很复杂 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们觉得经济还不错 联准会现在都认为 联准会明年会放缓 那股市都是先起反应 它不能等到明年放缓 之后再涨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那种机构投资人 很多是用那种就是看数字 甚至电脑就操控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由人来判断 甚至很多是用机器判断 公式判断 那有些是放空的 你放空到一个地步 他必须要回补 他不回补他怎么办 有各种状况 欧股昨天还好 小涨 应得发的小涨0.3%以下 但是美股涨很大 尤其 纳斯达 昨天一涨 涨了2.05个百分点 之前 尤其高科技类估 之前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所以这个股市的东西就是 有人讲说跌时重值 涨时重市 涨的时候大市涨一起涨 跌的时候有些就抗跌 可是你看这次以美股来看 没有什么是抗跌的 这一呼噜呼噜就给你通通下来了 以前就说这是靠尖牙股 现在尖牙股也很惨 跌了多少了哪有好 所以呢我看了涨跌 其实都是 开始也许来看值了 你好的股票开始比较抗跌 到最后大概也就没办法 通通一起来 看来就这样子 好那么天气 有些地方还是飙高温了 那南部南投地区 南投怎么回事 大台北盆地 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那另外18号台风洛克 距台湾1000公里远 朝日本南方还没移动 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昨天西半部高温达到36 37度 你觉得有那么热吗 我在摄影棚是跟他们讲 冷气开强一点 因为昨天下午就参加一个丧礼 所以穿着黑西装打黑领带 那白衬衫 所以主持节目时候就把领带拿掉 否则太重 但是黑西装而且还是觉得热 所以跟他们讲说 你赶快把那个冷气开一下 觉得热 各地的紫外线都在危险级 到过量级 所以要小心 就是讲秋老虎 秋老虎是这个意思 台股现在上涨140点 所以为什么美股大涨 所以是因为英国的央行宣布 购债稳定金融市场 他去购买债务 所以稳定金融市场 讲什么 美国道琼今天大涨548点 连六黑止步 你看之前连六黑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央行宣布 购债稳定金融市场 扭转抗通膨的货币增 紧缩路线 刺激美债值利率重挫 股市反弹 你看 债跟股票 就是债涨 股票跌 债跌股票涨 美国 股市昨天大涨 因为英国洋行 英格兰银行 BOE Bank of England 干预拯救债市 消除投资人疑虑 美股主要指数 强谈作售 一反跌势 欧洲股市也小幅受宏 英国首相宣布 特拉斯的新首相 激进减税计划 引发英镑狂扁 债市面临抛售 所以英国央行 就紧急干预市场 宣布购买 长期国债 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BBC报道 英国央行将以紧迫速度 开始购买 政府长期债券 希望恢复市场持续 英格兰银行警告 市场如果持续大幅波动 英国将面临 重大金融稳定风险 我看这也是暂时的 这效果也是暂时的 看起来是这样 如果是美股主要涨 是因为英国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他这个新任首相 当时选举就说要减税 但英国财政已经非常不好 就你财政不好 你要加税 前任那个印度裔的 那个财政部长 说要加税 最后剩下这两个人选首相 就选党魁了 一个要加税 一个要减税 一方面我觉得是英国人 还不习惯选一个印度裔的人 出来做总理 做首相 还是有种子偏见 那白人没办法 另一方面呢 他要加税 加税选举就不利嘛 谁想加税 所以后来就变成 那当然这个特拉斯也很厉害了 他就去结合 这个吃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那他当选就要宣布减税计划 不能骗人 那英镑就扁 然后再就是工资 那种债 各种债呢 就面临抛售 债有各种 政府发的债 国债 公债 公司也可以自己发债 公司债 那英国央行 就看不得了 就去宣布 我要买国债 就有一点 就政府丢钱了 就是说 美国现在在收 收回 就是说 美国以前过去 买了很多债嘛 现在要 要发回 就是他不要了 他要把 基本上就把金融紧缩了 以前丢出去的钱 现在要收回来了 这是美国的做法 外面不要那么多钱 同时涨利息 涨利息也会把钱收进来 那英国刚好 现在看起来是反面操作 就是呢 他 我要买债 你要用什么钱买债 一定是英镑买债嘛 英国不用英镑用什么棒 英镑买债 钱就丢出去了嘛 市场就有钱嘛 所以这个做法 刚好跟美国现在做法是 相对的 所以就刺激了美国的股市 我不知道刺激什么的 就是说 那以后其他国家是不是会跟进 你现在变成有两种 解决经济现在的问题嘛 通货膨胀问题 一种是 像美国一样 生息生息生息 一种像英国一样 我这个买债 但是我觉得 英国这个做法 暂时吧 我觉得有问题 只是让那个 desperate 那种已经绝望的投资人 抓到一块浮沫了 说还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最多就是这样 好 美国众院版台湾政策法出炉 提供五年65亿美的军援 那美国众院共和党 提出众院版的台湾政策法 保留敏感的外交条文 同样计划在五年 提供台湾65亿美元的军援 之前不是参院通过吗 参院通过要送到众议院 所以众议院能不能通过 什么都通过不知道 有可能通过 有可能放在国防授权法 有可能通不过 下个会就重来了 不过 他这个 不过这个戒起 不是不过会起 不过戒 这一戒那一戒 不过美国众议院 一戒只有两年 参院比较久了 参院六年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 外委会首席议员 因为他不是召集委员 不是主席 因为他是民主党 现在是多数党 美国是只要一个党多数 所有的国会小组的招权 都是那个党的 就是主席都那个党的 不像台湾高两个 所以国民党民进党 常常是分庭抗礼 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主席 迈考尔 他也是外委会的首席议员 带领36个众议院共和党人 提出众议院版台湾政策法案 迈考尔透过新闻稿表示 很骄傲提出法案 协助改善台湾的防卫 他又说 台湾是美国中央的国安伙伴 台湾民主面临来自中共 前所未见程度的危险 前所未见 你明年又会 也可以用前所未见 你后年也可以用前所未见 为什么呢 他一年一年 都会比过去前所未见 他越来越强嘛 你自己想嘛 以后每年都是前所未见 都是有史以来 迈考尔说 是时候提供我们没有武器 要在入侵发生前 而不是之后 他跟那个众议院一样 未来五年提供台湾65亿美元 大概为新台币 2089亿的军援 有别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版本 保留美国这台AIT处长命案 必须参议院同意的要求 由于参众两院版本的差异 还需要协商 根据美国立法规则 参众两院必须通过同样的版本法案 才能将提案递交总统 签署后生效 这文字看不很清楚了 就是说参议院已经删掉了 AIT处长任命要参议院同意了 但是他现在是保留这一点 保留在 但是你参议院送的案子 已经没有这一项了 这一项当然是比较敏感 所以到底众议院怎么样 到现在看不出来 那当然众议院提出来 还要众议院整个通过了 他要在委员会 然后再开院会 俄国那个北溪煤气管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被蓄意破坏吗 现在又搞了油价上涨 我们继续要找回来 我是赵抄康 欢迎来到赵抄康 谁的新台特别股市 现在上涨138点 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冬天要到了 那美国原油库存也下降了 因为美国为了压制油价 他也怕油价是涨了 老美受不了 一次把那个储备 储备的打仗用的油 四处四处四处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相当低点了 所以美国原油库存也下降 国际油价上扬 七月以来最大涨幅 西方国家表示 两条俄罗斯北溪天然管线泄漏 可能是蓄意破坏的结果 国际油价创下七月以来最大涨幅 美国西德州中纪原油 现在在纽约商品交易所 涨到了82.15美元 伦敦布伦特白海原油 涨到每桶89.32美元 当然之前曾经上过100 那个更严重 不后来跌下来 现在又涨了一些 BBC报道 欧洲国家表示 北溪两条管线 很可能是遭到蓄意破坏 欧洲将加强石油跟天然气的 设施的安全 包括欧盟 北约跟美国都暗示 俄罗斯跟德国间的管线 遭到蓄意破坏 但没有直接指责俄罗斯 先前俄罗斯曾经遭到指控 利用天然气的供应 作为对西方的武器 俄罗斯总统会发言人说 破坏活动的指控 是愚蠢跟荒谬的 目前欧洲最大天然气供应国 挪威决定 部署军队保护重要的基础设施 北约秘书长史腾伯格 说已经跟最接近 受害国家丹麦国防部长 讨论 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 美国白宫表示 美国海军准备好支持盟友 海军都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都说 要保护那个 这个能源设施的安全 怎么被炸呢 就表示平常 没有人派人去看嘛 就是不会嘛 你没事炸这个天然气管 先干嘛 他就给你炸了 所以现在就麻烦了 价钱也上涨了 他就怪来怪去 其实就这样 好 那么朱凤连骂蓬佩奥呢 串台招摇撞骗 以前没有串台这个名字 这次因为佩洛西来 大陆就发明一个串 就串改那个串 串访 串台 这其实很奇怪 这个不合一般的用语 串 老鼠串出来 所以那个串不是有一个老鼠 鼠的味道 这意思 好像讲人家是老鼠的意思 那蓬佩奥 今年第二度访台 演讲重生 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 因为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 这是明讲的讲法 对此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连说呢 民进党当局 一再鼓励他 窜台招摇撞骗 他花了台湾老百姓 多少血汗钱 应该要有交代 同时 朱凤连再度表示 只有坚决遏止 台独才能保障 才能确保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反独触统 本来我们认为 对老公来讲 反独重于触统 台独对他来讲 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统一反应没那么急 条件成熟再说 否则的话 强硬 硬要统一 不可能 所以对他来讲 反独重要 可是他有的时候 他现在把统一 也拉到 对他来讲 相当前面的位置 所以就搞得 你这个重点 会有点不轻 假如说你说 好 我只管台独 随过 搞台独我就打你 就针对这一点 你只要违反我这一点 我就要对你表示抗议 大家就很清楚 那你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你到底重点是什么 反独是台湾不去读 就反了 统是要跟你整个 搞在一起 那个知识比较大 知识体大 对不对 反正对老共 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也是 我觉得有些地方 也是蛮矛盾的 你问他 他一定说 我从而中 我就是一个原则 那其实你看 有的时候 好像逻辑有怪怪的 你不承认中华民国 那不承认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是什么呢 不是比你还早成立的吗 好吧 飓风 有个叫做 巨兽级的飓风 伊恩登陆 美国弗里达 弗里达真水 常常就是飓风来了 说造成毁灭性的潮水 船难 二十三人失踪 哇 这个浪潮太大了 灾难性飓风 伊恩夹带狂风暴雨 登陆美国弗里达州 据报导 掀起毁灭性的暴潮 潮水 导致一艘船沉没 二十三个人失踪 法新社以巨兽级飓风 形容伊恩 根据美国国家 飓风中心指出 先前伊恩已经 以四级飓风的威力 登陆了 佛罗里达州的 卡约科斯塔 持续风速高达 每小时 二百四十一公里 真快 伊恩在佛罗里达半岛掀起 毁灭性的暴潮 风势跟洪灾 佛罗里达的海岸 遭到袭击 有一艘船沉没 有二三人下落不明 真倒霉 这些移民是要到美国 去寻求更好的生活 结果我们更好生活 还没得到呢 这个船难 就死了 CNN报道 伊恩稍早已经减弱为三级 最大持续风速超过每小时两百公里 随着飓风 继续往佛罗里达内陆推进 预计将进一步减弱 尽管如此 风速还是被鼓有超过 一百六十公里的危险 震风 它不是随时一百六十公里 这偶尔这样 哇呼呼呼过来 佛罗里达有超过一百五十万户 用电断电 Tampa市长警告 最糟的情况没来到 呼吁居民就地避难 降雨跟强风持续 预计将发生大范围洪水 有几个州 在伊恩风暴来临之前 就宣布全州进入警惕状况 BBC说 飓风 伊恩是美国有记录以来 最强大的风暴之一 周三跟周四 有超过四千进出美国的航班 因而取消 所以听起来 是蛮可怕一个飓风 搞这么严重 这个你不要忘了以前 那个Catrina 把那个牛奶两都搞得 快垮了 然后 这很惨了 老美 老美也受不了这种 狂风暴雨 因为他很多公共设施 基础设施 他没有遇到这种大的 这个风灾水灾 他的排 排红的能力并不够 就会就会变成这样 他的能量不够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回到赵浩康 时间的现场 在贝股市现在上涨168点 中国时报淘版头条 今天叫做国境 今天解封 10月中有条件 0加0 那他们说主要看BA5了 王毕生说防疫旅馆 最快10月15号 全速退场 当然防疫旅馆界不爽了 所以他们从报上才看到的 之前找他们 这个征召他们来做防疫旅馆 现在说拍拍屁股 说走就走了 等等等等 昨天增加了48421个病例 是多的 所以王毕生说是高峰后的高原 就高峰后的高峰吧 高峰后的高原 而且这个还没有算黑树 因为黑树你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很多人得的都没有去报 最近好像得人又多起来了 觉得又多了 有一段时间平息了平稳了 但最近很多以前没得的都得了 之前得的好像年轻人比较多 在外面跑跑 最近得的年纪比较大的人也多了 奇怪 到底哪里来的 怎么得的 那也有医生说到处都是病毒的 整个空气啊 任何地方都弥漫了病毒 所以很容易就被感染了 那每个人的状况也不同 有的人就还好 没什么症 有的人就哇喉咙如刀割 我问他 我怎么个如刀割法呢 他说一般你如果感冒 你刀割你是整个喉咙不舒服 他这个是一个点 一个点某个点 那个点就像割一样 所以你看那个魏征院长得了以后 他不讲吗 他说这个才知道为什么 有人要安乐死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 那个痛到生不如死 这么痛 那有人就没有啊 我也碰了好几个 完全没有反应 一点点 就过了 或者说难过一两天就过了 有的就 就很久 所以这个东西真是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 现在大概除了中国大陆 其他地方都开始慢慢开 连香港 你觉得香港跟大陆是同步的 香港都要变成0加3了 我们将来还3加4 我们还3加4 或者0加7 它是0加3 我们现在3加4吧 然后接着可能 他说13号吧 要变成什么0加7 13号 然后呢 接着就是0加7 0加7 所以0加7 那那个7到底要怎样 7到底怎样 现在3加4要变成0加7 还是7啦 你看你3加4不是也是7吗 0加7也是7 那那个7到底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做 这个到现在好像还不清楚 他没公布那个细则 香港动作很快 香港已经0加3了 那但是王毕胜昨天说 说香港比我们延 他0加3怎么比你延呢 他说 他说因为呢 虽然讲0加3 但你加上前面一天 就等于4天 你今天到 明天开始算 意思是这样 那就等于今天算起来就4天吗 然后呢 4天要做4次PCR 4天怎么做4次 我的判断可能是 每天都做啦 意思是这样 就像我们现在规定 每天都要快塞嘛 他就每天都要做PCR 因的才能出门 应该是这样 不是一次先做的4季 应该不是这样 每天做一次 那你可以去上班 可以进公司 可以上学校 都可以 但是 但是呢 不能到餐厅吃饭 这点 到香港不去餐厅吃饭 那到香港干嘛呢 香港 我觉得到香港 吃是很重要的 香港东西 我们认为很好吃 去酒的人不认为好吃 真奇怪 台湾也不少人到 也不少人到香港工作 只要待久了 都觉得很痛苦 吃饭很痛苦 那我们偶尔去一次香港 觉得 哎呀 好好吃 随处 那个茶餐厅都好吃 问题大概就是 它主要都是那一样 一味 全世界真的没有一个地方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地方 像台湾这样 有这么多不同狗味的餐厅 什么都有 西方有西方的 日本有日本的 然后呢 光中菜 就各大江南北 各省这边都有 集中在这里 这其实台湾很宝贵的 一个文化 一个资产 大家是不觉得 你到国外去 不可能的 你甚至到大陆去 哪个地方 就是哪个地方的 也没有给你搞成 什么都有 台湾这种什么都有 真的是 真的是幸福 人民是很幸福的 是人在府中不知府 所以到香港 零加三是短了 但是呢 不能到餐厅吃饭 我就想到 假如说这个观光客 它怎么办呢 它只能叫Uber 那观光客最不适合Uber了 对不对 我假如住在那里 我适合Uber 就过送了 我观光 我本来就到处跑跑 理论上讲 它是要 它不会待在房里的嘛 那我到了某个定点 我想吃东西的时候 怎么办 还是外带可以 进餐厅不行 都也不清楚 我想香港是清楚 是我们不清楚 香港到底怎样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 大家都开始慢慢慢慢 在放了 不过西方放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确是 疫情开始减少 那我们呢 其实并没有减少 其实没有 我终于把黑树加进来 但是呢 经济大概也受不了了 所以呢 只好放 大陆还兼蔽清野 大陆还兼蔽清野 那个是很可怕的 那他们就非坚持这样做 我觉得对他们经济影响 真的非常大 大陆经济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外资也害怕 CEO们也害怕 好 那么联合报的头版是说 府院介入禁电 才打个问号 有什么问号好打的 当然有介入 这没介入吗 那除非裴伟骗人 裴伟讲的是假的 但是裴伟告诉你说 告诉那些股东说 我们年底 12月底就可以拿到 他果然在1月19号就拿到了 执照了 所以看起来没骗人 看起来是真的 那只是他有几种 势力在那边折冲 一种是老股东跟新股东 中间当然有重叠的 一种是呢 民进党的蔡英文跟赖清德 两股是一直在打 所以是为什么热闹 为什么有这么多消息露出来 就内部发生问题了 前股东跟后股东这也不爽 谢谢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回到 赵好康时间的现场 在背股市 涨150点 好吧 就是说 总统府行政院都说 尊重NCC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机关 真是无路的独立机关 这个四个字 NCC 怎么会是独立机关呢 它怎么可能不受到 这个政治的干扰呢 所以我就讲嘛 真的是西方 我们常常引进很多西方制度 到这边来就给人辨职了 当时就说 不需要政府介入 以前是新闻局管 不需要政府介入 媒体 所以就搞个独立机关 结果独立机关 根本不独立 事实上 你从提名就知道 对不对 从提名开始 他会提什么人 都提他自己人 所以讲独立 提名自己人 进去以后 你不管他 还算是某种独立 但是提名了自己人 进去后还要管 那为什么提名自己人呢 就是好管 我这个管道能够沟通 我提名的 你知道吧 那你得听我的 我讲说 他之所以有几波的冲突 就是新股东 旧股东 旧的股东 钱拿出来 那现在钱花光了 那旧股东 钱怎么花光 怎么花的 要叫我再拿钱 他就犹豫了 那这时候就 拉新股东进来 那新旧之前 一定有整治有冲突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民进党 他之所以 你想为什么是 时代力量拿到这些资料 为什么是 就是说基本上 他就是民进党里面的 派系斗争 蔡英文因为是总统 所以透过苏政商 这个行政委员 这个系统 他们掌握了 比如说三立 以前是比较近 谢长廷 那民事 蔡英文能够 比较听蔡英文 那进电视 赖青他们就很紧张 如果再被你蔡英文拿去 那不是 媒体都听你的吗 所以赖青的 亲赖青的人马 为什么 所谓上报 你看就一直骂 进电视 拿出很多资料 他资料哪里来的 为什么他出来骂 如果你了解背景 你就看得出来 民进党内部派系 斗争的这个轨迹 就变成这样 就很难看吧 我觉得就是很难看 联合报说 抚愿冷处理 就是也不跟你啰嗦了 就是你们骂 就归你们骂 笑骂尤人 我治好汉 我治为治 我自己搞 我自己的 朱立伦说 如果在国外 隔魁早就下台了 对啊 在国外呢 总统都会面临政治危机 那台湾呢 反正也 也不管这些 台湾 台湾反正很特别 那原来 进电视 他们是想呢 把这个TBS 推到后面 他来 55台 他现在就说 我们不敢消强 55台了 其实最早 他们是要48台了 就是在 那个一周刊 一电视前面一点 那我看 那个进电视 总经理是说 上55台 不是我们提的 不敢消强 这是那个大风啊 什么 他们这种 民间的提的了 能够上86台 就阿弥陀佛了 那民间的台中啊 这个新电啊 为什么要提 就是呢 他这个变成 他的一个 斗争TBS的手段 他们现在 为了那个费了 每个月交多少钱啊 什么 也再增过来 增过去 但你这东西 也得看他的收视率啊 你不是只是说 你要便宜 你便宜没好货嘛 又便宜又好 不容易啦 一分钱一分货嘛 所以你今天一个电视台 如果要提高收视率 他一定要加强他的制作啊 他的新闻的团队 但是 都是都花钱的 好 然后做一个高品质的节目 你说因为你品质很高 收视很高 你收费要高 不行 我收费不给你高 我宁愿搞一个 进电视来 整个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 翁伯中转述 翁伯中是NC的发言 转述 蔡成波 蔡昌波 进电视总理 你说呢 如果没有办法 在有限电视系统上架 就像新生儿没有奶水 就是没有奶水就死了 就是就算拿到电视执照 大家可能都还没搞清楚 进电视 他已经拿到执照了 在今年1月19 拿到执照了 裴伯说 12月底之前 他们都会听蔡英文的给执照 那中间还提了一段 就是呢 这个 苏贞昌 他们好像开始也许不是那么积极 但是呢 裴伯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以为 说公投不过 换了行政院长 你们就可以脱掉 告诉你 换行政院长没用 蔡英文在那边 意志很坚定 新生儿没有奶水 当然就死了 那我就想说 当时黎智英 苹果也申请 也拿到执照了 就是进电视 也拿到执照了 但拿到执照 你去上什么 哪一个台 哪一个段 那个时候 那个才是影响大 如果你上不了前面 你是新闻台 你上不了前面 什么49到 比如说56 你上不到这些台 你就麻烦了 那你记得那个时候 一周 那个伊电视 怎么样都上不了 其实伊电视 当时黎智英花了大钱 买到最新的设备 而且他们也讲说 不要走三色星的路线 但是呢 印象已经来了 讨厌他的人 也在那里 所以怎么样都不敢过 所以那就像是 讲了新生儿 没有奶水 那时候你们怎么对 伊电视的 那个时候 后来黎智英 卖给电台生 没多久就上了 49台了 所以这就还是关系 政治影响力 关系 一定是这样子 侯友宜跟林娇龙 林娇龙这个新闻作 比较大 是说他们告侯友宜 说伪造警大声明 警大到底怎么回事 检查到底当时比较特别 跟陆军关系 什么都是专业专科 我们继续下来回来 我是赵昊康 欢迎你回到赵昊康 现在建设特别故事 现在上了152点 就是林佳龙 最近在搞这个学历 真的假 扯这些东西 他们就说 侯友宜为什么 可以拿到警大博士 其实侯友宜一直也没有 以他的警大博士来试人 就是我是博士 其实没有 因为他做的事情 也不是学术工作 也不是在大学教室 不过他做过整大 警大校长 林佳龙就说 你为什么大学 就直接可以拿到博士 有一般大学毕业 直接拿博士 有没有 有啦 其实有 有一些所谓职工博士 有这样的 甚至有的还用这种来鼓励 鼓励好学生 国外有些大学 什么意思 就说你很好嘛 但是你可能不到我这个大学来 拿硕士 你可能到另外大学拿硕士 大家都抢好学生 所以我就告诉你来我这边 博士硕士一起给你修 这是一种 一起当然就是先硕士后博士 但是这是一个 绑在一起的 一种就是给你直接升博士 尤其那种特别天众英明 在那种理工方面 特别厉害的就有可能 那警大或是官校 这种是比较特别的学校 这跟一般文学校也不一样 他可能还要看你这个 你的工作的表现 你的实际上的 抓了多少坏人 然后到底 这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学校 这样讲好了 所以侯友宜 基本上 我不知道怎么拿到博士 反正就是警大的博士 林佳龙就说这是有问题的 那侯友宜他们那边就拿出 这个警大的声明 说没问题 警大说没问题 那结果呢 警大昨天晚上发表声明 说呢 内容是 媒体跟警大 公关是承办人 电访自行自作 不是校方发布的声明 然后警大强调 警大是学术机关 无意介入选举纷争 致使 其一再强调 未正式发布任何声明 可惜侯伴 侯友宜办公司 引用媒体资讯 只称是校方声明 那谁的错呢 全案是 业务承办人员 个人的疏失 没有在第一时间 向长官回报 因而造成纷争 将依相关为例益处 这个警大也很奇怪 就是说 林佳龙他们质疑 何友宜的博士有问题 何友宜说 我们警大有声明说没问题 那媒体就讲 媒体去问了警大公关 警大公关的确是这样讲的 没问题 那后来警大校方就说 谁讲的 他也没跟我报告 而且我们是不介入的 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我们不讲 这个也很奇怪 你到了台大 到了中华 到任何学校 学校方面都要有立场的 不能说学校说 因为我们不介入政治 所以我们都不表达立场 这个声明也不发 那就是很相怨吗 就说 一般的学校 你可以说他 会受到教育部的影响 会不会会 特别是那种 要拿补助经费 什么 现在学校都苦哈哈嘛 都要钱 所以呢 行政部门国家 就拿这个 就控制住学校了 那警大呢 他情况比较特殊 我讲他还是受内政部 受这个警政署来 看起来是相关的 经常你看人调过来调过去 这位是下长 下长当完当这个 这个当完当那个 所以他是 的确是那个体系里面的 所以他就说呢 我们不介入选举 这个不介入选举纷争 这个东西不是纷争了嘛 对不对 当别人质疑你 警大发的博士学位有问题 你要出来说明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能说因为这是选举 所以我不介入 所以我都不讲 那不讲你 他那个公关很有意思 是因为呢 媒体呢就有问题 媒体一定会问嘛 就去打电话到公关就问 公关就讲一套 那会有一句说 这是公关的 这个警大的声明 警大就是不是我的声明 是那个个人的声明 公关还有个人吗 你既然就说公共关系 他就不是个人啊 他就应该是代表警察大学啊 而且事实上警大的 那个警觉性也低嘛 这个事情不是第一天闹了 你警察对这种事情 你总要有个准备啊 你就一定会来问学校 你要怎么回答 显然事先没准备 知道临头呢 就派个公关去应付一下 那公关讲完话呢 学校又不承认 大概上面怪罪 说你讲什么 我不接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 桃圆那个巴德运动争议 又报安全争议 真的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他不可能只有 只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其他地方是不好的 或是也不可能 一个地方是不好的 其他地方是好的 它是整体的品质啦 你可以想得出来 一定是这样子 好就都好 不好就都不好 你说那某个地方 有没有一点小瑕疵 可能会有 但是那绝对不是一个 系统性的 全面性的 先看这个问题很严重 绝对不是一个 一点的问题 李远哲又讲话不爽 李远哲突然现在开始 对这个 对这个 温室气体啊 对排碳啊 有兴趣 他说205年排碳 不可能的啦 他讲不可能 我也讲不可能啊 只要稍微懂的人 都知道是不可能啊 反正他就 他乱扯 反正2025年 他也不在了 那又怎样 对不对 都不在啦 所以呢 但是呢 他用的比较重的话 叫做政府在骗人 在给人家骗 有政府在骗人啊 那话就说 民进党政府 搞的都是假的嘛 搞这个什么路径图 都是假的 就是说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你要做到这个 2050年净零排放 是不容易的 都没有碳排放 就算有 要用别的方式来 把它综合掉 那以你蔡英文 现在能源的正式 怎么可能呢 你这样不要核能 天然气质量 超过百分之 要五十 绿能要百分之二十 你做不到嘛 你目标是定一个 很漂亮啊 但是问题 你的检查你的方法 你总要讲讲 我怎么达到嘛 那你的方法 达不到嘛 那还要到2050年才知道吗 现在就知道了嘛 你编一个骗人的东西出来嘛 而且2050年之前都不在啦 2050年还有28年耶 你认为现在目前台面上 谁还在位置上 几乎都不在 现在当大官都不在了嘛 活不活都不一定了 不要说在不在位置上 那你提出这么伟大的目标 要你的做法根本做不到 那你骗谁呢 所以李院子才说 政府在骗人 他不只是骗我们 他也骗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叫你做啊 他也骗他们 说我们啊 努力在做呢 也都是骗人 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长远的计划 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都是在骗人 所以骗人怎么办呢 马英九春又讲话了 说你美国啊 你要劝老共跟那个 劝蔡英文跟老共谈啊 谈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根本就在阻挡 你根本就不鼓励 你根本就希望两岸之间的发生物会发生冲突 意思其实是这样 好吧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收听 谢谢 再见